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里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九讲 谈判战术锦囊之切腊肠战术 切腊肠战术其实它就是一种让步 它也是一种让步 让步我们这里面 你看一路走来的谈判的锦囊 我们教你了很多种让步的方式 比如说开场让步 关门让步 现在我们将来教你一套 比较更技巧 更精致细微的谈判技巧 那就是切腊肠的一个战术 切腊肠战术 切腊肠的目的是什么呢 切腊肠是希望能够放慢谈判的脚步 为什么放慢谈判脚步 它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 切腊肠的战术 那就是腊肠 通常外国人讲沙拉米 沙拉米就是意大利香肠 意大利香肠你开膏 然后一片一片切 切腊肠战术其实有两种 有两种 弓 手 两种 弓的意思叫精吞蚕食 就是我要一点 再要一点 我每次要一点切 所以你可以发现 外国的谈判书呢 他讲的切腊肠 他有的时候是从功的角度来讲 那我这里教的是手的角度 手的角度呢 就是不是我去切 我是给 不是我切手 我是慢慢给 慢慢给 慢慢给的 这种切腊肠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由对方的反应 决定我切多少 切多少给他 对吧 比如说 我当时 我当然心里有个底啊 可是我不见得 我不见得要给你那么多呀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慢慢 慢慢慢慢的切 我看你的诚意 慢慢慢慢切 就看着就先开膏 然后呢 我本来就打算要给 要给多少 但是我没有讲 我慢慢切出来 看你的反应 如果你的反应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你很有诚意 我就切多一点 你不要插 我就切慢一点 我慢慢切 慢慢切 我用这种放慢谈判 脚步的方式 来检测对方的诚意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教让步的基本功 我们不是讲吗 让步幅度次数速度吗 当时我怎么讲的 我是把幅度次数速度 把它分开来讲 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的讲 可是你在实际操作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幅度次数速度 三个 它是可以相连接的 你想到吗 中间有主从的 什么叫连接 什么叫主从呢 比如说切腊肠 切腊肠 我真正的目的是要放慢 那叫做速度 怎么达成我速度放慢的一个做法呢 那就是切腊肠的标准动作 那就是次数增加 所以幅度次数速度 在切腊肠来讲 真正的主角是速度 而次数是达成速度放慢的工具 所以次数不是重点 幅度更不是重点 它的重点是帮助你放慢速度 那为什么放慢速度呢 我们就是看对方的反应 我用这种方式去检测他的反应 然后看看我要不要再切点给他 可是你看 但是你看这种让步 我慢慢切慢慢切给他 可是他并不知道我最后要给多少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个风险 就是我慢慢给慢慢给的时候呢 我看他的做法是怎么样 搞不好他就觉得胃口比越养越大 有这种养大他胃口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 但是大部分尤其在外交谈判上 人们本来一下啪一块切给你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他慢慢切慢慢切 看你做多少 可还有一种的稍微修正一下的方法呢 稍微改一修改一下怎么做呢 他就是一开始先宣布 我给你多少 刚刚前面我们讲的是 我根本我心里也许有数我给你多少 但是我没告诉你 对不对 那现在第二种方式就是 我根本就告诉你说 我给多少 比如说我给你加薪二十万 你很高兴啊 你以为我很快的就开张支票二十万给你 没有 我拖泥带水 我每个月两万两万两万 慢慢给慢慢给慢慢给 我给到最后给了十个月 才把二十万的额度让满 这个目的呢 可能我就在消磨他的志气 所以这种都叫撒拉米 你知道吧 一种是我不讲我给你多少 我慢慢给 我看你的反应 我决定我给多少 是吧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根本就先宣布要给你多少 但是我慢慢给 慢慢给 慢慢给 这个目的什么呢 目的就是我用这种方法来消磨你的志气 这是一种惩罚 第一种是测试 第二种这是一个惩罚的惩罚 看起来很像 但是它在战术操作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种很精致的是慢慢给它切 就是开膏以后 慢慢给慢慢给慢慢给 用切腊肠的方式 这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放慢谈判的一个让步的速度 然后从中找到我们最大利益 所以这个呢 是真的要慢慢拒绝一下 你好好想一想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